字幕提供 我們現在要玩的遊戲是Steam上的一款免費作品 叫生之寄託 這款遊戲讓我想到了古天樂跟大S他們演的那一齣 那一齣 那一齣叫什麼 致命通話還是什麼東西 即刻居然還是什麼 忘記了 反正就是內容就是說一個女生然後招到板票以後 那打電 隨便播出一通電話然後像 那個陌生人求救然後陌生人接到這通救命電話以後 然後去搶救那個被綁票的女生的故事 這應該類似是那種類型的那個遊戲 陌生來電當然是巨接啊 對不對怎麼可以接 巨接 巨接 巨接個100次看他會不會就這樣直接死了 那事實上是如果不接的話 這個遊戲是沒有辦法繼續進行的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回應跟他說 欸你是詐騙集團然後立刻把電話掛掉 不知道會怎麼樣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 但這不是詐騙電話或者什麼惡作劇 我他媽就覺得這個是詐騙電話或惡作劇 我 我現在被關在一個沒見過的房間裡 求你救救我 這麼莫名其妙的是怎麼可能萬中選印會被你選到了 是不是 求求你 千萬不要掛電話 聽我跟你好好解釋 我是很想掛電話 但是遊戲不讓我掛 但是遊戲不讓我掛 他講話不可能這樣斷斷續續的 我也是慌了神 所以 剛才有點表述不清 雖然我不知道我的話 您能否完全聽懂 還是先說明一下吧 還說明 你不是圍在旦夕了嗎 直述重點可不可以 那個 我的名字是 東起離乃 是在英語山高中上學的高二學生 今天放學回家的時候 突然被人襲擊了 回過誰來 就被關在這個陌生的房間裡了 這世界上有那麼神奇的事情 連誰抓你的都不知道 難道是鬼神嗎 然後 這個房間的桌子上 擺著一張紙 和手機 這張紙上 寫著規則 我讀給你聽 大逃殺喔 還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Jigsaw叫做什麼 死亡遊戲還是什麼的 完全忘記了 規則一 你需要從這裡逃出去 規則二 你的隨身物品已被拿走 作為代替 你可以使用這台手機 規則三 手機能夠使用的功能 只有通話這一項 規則四 你只能撥通一次電話 如果對方掛斷了 你就會當場避命 我剛剛掛斷了 你為什麼還可以一打再打 規則五 你只可以給不認識的人打電話 如果給家人 朋友 或者警察打電話的話 你就會當場避命 規則六 和你通話的人 若將這個事情告訴其他人 你也會當場避命 鬼小啊 他訂了一大堆規則 要你當場避命 那擺明就是要殺你 不給你一線生機啊 那怎麼還會留這支電話 給你打給陌生人 這是莫名其妙的規則 他要你死就要你死 如果不要你死的話 他一定是 把你留下來 或者是利用你的電話 讓你跟家人或朋友 要求贖金或什麼的 看他也不是啊 他綁票不是為了這個啊 難道會有人 這麼變態綁了人 就只是為了玩他啊 這不是電影情節吧 規則七 和你通話的人 要聽到你的聲音後 再進行判斷 以此來幫助你 這就是 直上全部的規則 於是 我就撥了一個陌生號碼 然後聯絡到了你 這麼巧啊 你他媽的 又不是我的誰 我幹嘛要理你 所以 求求你 雖然我知道 你突然接到這樣的電話 肯定會覺得很奇怪 但我說的是真的 請你救救我 不是奇怪而已 就你對我有什麼好處 你會給我錢嗎 不要說那種話 求你了 只有你了 我已經拒絕了 不行就是不行 不要 住手 不要掛電話 我會被嚇到 我們要冷淡的 對這種詐騙電話予以拒絕 不是的 不是 這些都是真的 我說的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請你相信我 我還炸的咧 求你了 求救你了 千萬不要掛電話 求你了 求救你了 千萬不要掛電話 欸他不給我那個掛電話的選項 嗯 我知道 謝謝你 我冷靜下來了 這麼混亂的說明很抱歉 謝謝你的諒解 哭和發呆 肯定是解決不要問題的 必須要做點什麼才行 規則裡面寫著 要從這裡逃走吧 快逃啊 你連地點在哪裡都不知道要我怎麼救 也就是說 這裡是有出口的 我可以找到出口平安回家 你他媽的自己能找到出口 你打這個電話幹什麼 嗯 我不會放棄的 我一定要從這裡逃走 快逃啊你真傻 你這句話跟一個陌生人講 欸我一定要逃走 我要趕快逃走 我要想辦法逃走 你有這種時間講這些話 你為什麼不趕快找 找找那個逃生的出口 是不是 謝謝你 我會加油的 嗯 我會堅持到底不放棄的 首先 要先離開這個房間才行 謝謝你 我會加油的 真的嗎 太感謝了 一定要點我能幫助你才行嗎 那麼 我現在就和你說明情況 如果有什麼在意的地方 要跟我說 你他媽這還不是詐騙電話 你有時間搞東搞西的 還不趕快找出口 然後告訴我你附近的那個地標 環境的地點是什麼地方 我才能 找人去救你啊 是不是 你在那邊洛莉巴說的一大堆 快點快點快點 開始說明情況 那個 雖然不太擅長進行什麼說明 我 現在在一個房間內 多大的房間 嗯 怎麼說好呢 總 總之 就是個很窄的房間 然後 最後 我面前有扇門 但是打不開 還有 後面也有一扇門 不過和這邊一樣打不開 最後 還有一張桌子 就是剛才放著規則紙的 就是這些了 這樣說明沒問題吧 我是Mori 我是Mori 您有什麼困擾嗎 我知道了 您需要解決什麼 我是Mori 然後 我面前有扇門 但是打不開 然後 我面前有扇門 但是打不開 然後 我面前 我知道了 要怎樣才能繼續前進呢 能夠依靠你 我很高興 然後 門旁邊有一個機器 似乎需要輸入四個數字密碼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密碼是什麼 你需要解決什麼 您需要解決什麼 我是Mori 靠還有廣告提示的這種選項 那個 雖然不太擅長 說明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好難 如果您有什麼聽不太懂的地方 我表示很抱歉 我 現在在一個房間內 嗯 是個很狹窄的房間 多大的房間 嗯 我不太清楚用什麼表示房間的大小 嗯 大概 四平方米 還有 後面也有一扇 這邊的門 似乎是用非常結實的材質做的 沒有鑰匙孔和門把手 還有 還有 後面也有 然後 就沒什麼了 最後 還有一張桌子 桌上有剛才寫著規則的紙 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啊 反面寫著什麼東西 我看看 上面寫著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是Mori 您需要解決什麼 我知道了 最後 還有一張桌子 1896 能夠依靠你 我很高興 最後 然後 就沒什麼了 然后 你知道密码是什么了 快告诉我 打开了 好厉害啊 你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这是什么白痴对话 你告诉我 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时间是1896年 这种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吗 你这个时候跟我三奈这个是有什么意思 那你通过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谢谢你 那么 我要开门咯 这种事不用巨细民意的告诉我吧 走廊是从左至右延伸的 总之我先往右边走走看 我有些怕黑 你他妈的 你能不能遇到问题以后再跟我讲呢 你不要一边走做什么动作都要告诉我好不好 你连上个厕所脱下内裤 要放个尿都要告诉我吗 感觉这里好像医院一样 是不是什么废弃医院呢 有好多病房啊 不过似乎除了我没有其他人 而且到处都是垃圾和废墟碎片 当然把你关在没人的地方还供他销而已 这种地方 我一个人肯定不敢往前走啊 能有个人和我一直保持联络 真是太好了 那你留在原地等死吧 我要挂电话了 这个走廊好长啊 到头了 与其说是到头了 不如说是我面前又出现了一道门 上了锁打不开啊 那么我再次进行状况说明吧 我前面有一扇门 现在上着锁 我的右侧是一间病房 病房没有锁 里面有一张床 一个洗手池 还有电视柜 就是这些 你知道了些什么的话 记得告诉我 一个洗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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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还有电视柜 电视柜的抽屉里 也没有什么东西 一个洗手池 一个洗手池 似乎没有水啊 有一张床 床单早就破破烂烂了 而且床上没有其他东西 嗯 病房没有锁 病房没有锁 里面 嗯 怎么了 有一张床 嗯 你说让我看看床底下 啊 对啊 床底下我确实还没看呢 我看看 啊 有什么东西 嗯 好 拿到了 是个钥匙 啊 我发现钥匙啦 我发现我跟一个脑残在讲 在讲话 靠北啊 这回的门不是带输入密码的那种 而是带锁孔的 嗯 你只刚才我拿到钥匙 要是能打开这扇门就好了 我试试 把钥匙插进去 哼哼 他真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要告诉我了 可以前进了 他真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要 一条一条的报告 看来不行了 这个门好像太旧了 现在只能打开一个缝 钻前 嗯 你说缝血 好像我的手腕伸进去没有问题 我试试 嗯 嗯 嗯 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把手伸进去后 似乎拿到了什么铁棒一样的东西 是铁质的 铁棒前端的形状和字母C类似 感觉似乎是什么工具呢 我可以拿出来 我拿到锡字板手 我把他与其他就没什么了 拿到一个锡字板手 你連扳手都不懂嗎 那你不會用錫紙所試試看嗎 你一定要一步一腳印的 我每一個口令你就做一個動作 你麻個B 你這白癡你是大家閨秀吧 什麼都不知道 你下來了 這下就能拿到用來支撐床架的鐵管了 一個洗手 我...似乎...沒有水啊 雖然... 要我用這個鐵管 啊!對喔! 把鐵管插在門的縫隙裡 用杠桿原理 就能打開咯 請不要發出怪聲音可不可以 對啊!我快射了 對啊!我快射了 我就先前進看看啦 雖然... 雖然...是手術師 但是...不進去調查 是不行的吧 夠了!不要說得這麼嚇人啊 總之...我先進去了 你這樣扭扭捏捏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那麼我再次進行狀況說明吧 嗯...這裡很黑 不仔細看就完全看不清呢 手術室中間有個手術台 上面躺著一個人偶 旁邊擺著各種手術道具 好像是什麼大號的菜刀 和柴道 旁邊...還有個托盤 上面擺了一些空瓶和火柴 然後...旁邊...還有個櫃子 櫃子裡擺著一些藥品 總之...就是勉強才能看清這些 所以...完全找不到出口在哪兒 就是這些 你知道了些什麼的話 記得告訴我 真的是一顆口另一個動作呢你 嗯...這裡很黑 手術室中間有個手術台 是個很大的女孩子型態的人偶 基本是全落的 但不知為何穿著鞋子 還有就是...身上的花紋看起來像是傷痕一樣 對... 手術... 人偶的鞋子 我知道了...雖然很噁心 但也沒有辦法 你不會突然坐起來吧 求你啦... 要好好地躺著啊 哇...跟這白癡講不了話 拿到了... 從他的鞋子上獲得了鞋帶 旁邊...還有個托盤 上面擺了一些空瓶和... 用火柴照明是行不通的 旁邊...擺著各種手術... 手術的話...有必要用這些刀嗎 然後...旁邊...還有個櫃... 我看看... 藥罐上...似乎寫著什麼英文 這是... Etanolu... 我不認識啊 然後... 幹嘛... 我英語差我知道 但也沒辦法啊 嗯... 你說...讓我讀字母 啊... 你記好啊... A...P...H... A...N...O...Air... 旁邊...用火柴照明是行不通的... 人... 嗯... 你說...這個英語念Evan... 是酒精? 哈哈哈...這樣啊... 但是...Etanolu... 不是更帥嗎 你他媽的還有時間跟我打啊... 你這個白癡... 櫃子裡... 我能說明的... 只有這些... 旁邊...還有個托盤... 上面...擺了一些空瓶和火柴... 排名是... 旁邊... 用火柴照明是行不通的... 用火柴照明是行不通的 柜子里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注意的地方 总之 要是有什么能照明的东西就好了 你说 能用空瓶 鞋带和酒精来制作酒精灯 原来如此 我试试 这个 这样组合 哇 我原来手这么笨的 接着盖上 好了 酒精灯完成了 哎呦 拜托你赶快死吧 好亮 能看清周围了 接下来就仔细看看四周吧 啊 墙上有个洞 似乎通过这个洞可以继续前进 洞通往的地方还是走廊 仍旧是从左至右延伸的呢 那么我就顺着右边走咯 又是很长的一段走廊啊 而且 实在太安静了 让人很不安 啊 这里似乎是路口 那么我现在要开始进行说明 你要听好哦 这里似乎是医院的入口 这里似乎是医院的入口 有很多前排窗口和很多摆在一排的椅子 虽然很大很宽广 但是仍旧满地都是灰尘和垃圾 入口大门被各种木栅栏和锁头严密地锁着 根本无法打开 大门对侧似乎也有个门 但是那边的地板已经塌了 走不过去 顺便另一侧有一个折叠梯 不过似乎被电子锁绑在了柱子上 拿不过来 嗯 该怎么办才好呢 即便回去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大概就是这样了 说明结束 对啊 如果不是在玩游戏 你他妈早就死了 这里似乎是医院的 前台窗口 我看看 这里有张纸 纸上写着 请你解放患者 解放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被关起来了吗 这里 你问纸上具体是怎么写的 是用拼音写的 而且有重点标注符号 这里 然后就没什么了 虽然很大 全是灰尘 真受不了 入口大门 我觉得直接从大门出去是不可能的 大门对侧 虽然从那个门进去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地板已经塌陷了 过不去啊 顺便 另一侧 这个梯子很长呢 大概有两米左右吧 然后 电子锁似乎需要输入四字密码才能开 顺便 其他注意的地方 没了吧 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啊 顺便 其他注意的地方 没了吧 这 我能说明的 只有这些 顺便 我能说明的 只有这些 虽然很 全是灰尘 真受不了 入口大门 我觉得 直接从大门出去是不可能的 大门 虽然从那个门进去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地板已经塌陷了 过不去啊 顺便 嗯 其他就没什么了 嗯 诶 你说回去 嗯 我知道了 也只能回去看看了 我还以为这里我走过呢 不行 这边也是封死的 从手术室的洞口出来往右走 就是刚才的入口 但我刚才往左走是死路 所以 就先回手术室找找线索吧 回到手术室了 虽然和刚才的情形差不多 但是 我还是进行一下说明吧 屋子中间 有个手术台 手术台上 躺着女孩子的人偶 旁边是手术道具 巨大的菜刀和柴刀 然后就是柜子 里面摆着药品 还有墙上 有可以通往入口出的洞 所以刚刚那边是白走的啊 拇指中间 有个手术台 其他注意的地方 没了吧 旁边 刚才已经看过了哟 然后 酒精的英文读法 我已经记住了 要去入口出吗 我知道了 你到达入口出 顺便 然后 就没什么了 你说回去 我知道了 也只能回去看看了 回到手术室了 回到手术室了 屋子中间 有个手术室 我能说明的 只有这些 旁边是 刚才已经看过了哟 然后 酒精的英文读法 酒精的英文读法 我已经记住了 还有墙上 还有墙上 有可以通往入口出的洞 还有墙上 有可以通往入口出的洞 屋子中间 有个手术台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 可以注意的地方 旁边是 刚才已经看过了哟 然后 就是 柜子 酒精的英文读法 我已经记住了 我是Mori 我知道了 还有墙上 要去入口出吗 我知道了 你到达入口出 你在这边徘徊 然后都找不到什么东西啊 这里 似乎是医院的入口 其他就没什么了 虽然很 全是灰尘 真受不了 入口大 我觉得 直接从大门出去 是不可能的 大门对 虽然从那个门进去 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地板已经塌陷了 过不去啊 顺便 我能说明的 只有这些 嗯 该怎么办才好呢 即便回去 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嗯 该怎么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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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回去 嗯 我知道了 也只能回去看看了 回到手术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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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 我已经记住了 旁边 刚才已经看过了哟 屋子中间有个手术台 我能说明的只有这些 旁边 刚才已经看过了哟 还有墙上 要去入口处吗 我知道了 你到达入口处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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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说回去 我知道了 也只能回去看看了 回到手术室了 原来点这个可以换关键字 是你懂得太少了 屋子中间 还要去入口处吗 我知道了 已到达入口处 身边 又把刚才的数字 用在梯子的电子锁上 我明白了 这就试试 成功了 电子锁解开了 这样梯子就能移动了 大门 让我把梯子 架在塌陷的地板两侧 当做桥迈过去 我懂了 这就去 你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 我已经把桥架安好了 可以前进了 要是在这里失去平衡 可就糟了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好 到了 我到达另一边了 好 现在就把这道门打开 我真还是锁着啊 这道门仍旧是带锁的 完全打不开 我已经收够了 还是先进行情况说明吧 我也说过了 虽然从塌陷的另一侧过来了 但是前面的门仍旧是锁的 门旁有一个输入四字密码的机器 机器的旁边还贴着一张纸 纸上写着 只有与你通话的人才知道答案 因为那是游戏的开始 也就是说 答案只有你知道了 你要是想起来密码是什么了 就告诉我吧 就这些 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说明结束 你要是想起来 似乎不是这个密码 纸上写着 只有与你通话的人才知道答案 因为那是游戏的开始 纸上写着 游戏 犯人是在玩弄你和我咯 真让人火大 也就是说 只能依靠你了 想不到这个第五关的密码 到底要怎么解 他没有任何提示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跑去看了那个 死听的那个画面 就他在第三张图片里面 就把这个密码的解答给 放出来 哪有人这个样子的 你把那个游戏的密码 居然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广告的那个图片上面 这谁会去知道呢 你要是想起来密码 真是活大 我要是没有去查看 那个我一开始的地方的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样的那个什么鬼东西在 你他妈就是游戏人物啊 又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 超市 超市 那里有超市 我要进去看看 啊 有好多零食和杂事啊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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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肚子早都饿扁了 这女人真是让我乌烟死了 让我看看保质期啊 这些零食还没有过保质期 太好了 这些零食都没有过保质期 我如果听到这一段话 他妈的二话不说 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你他妈的到底是在享受 还是要逃难 这个零食可是我的最爱 你他妈的电话钱是要帮我付吗 还要浪费我手机的电 我真的受不了你 吃饱了 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脚都走疼了 好安静啊 打击你妈的屁啊 马的烂游戏插屏 这里究竟有没有出口呢 其实我非常的害怕 也很不安 我和你通话的时候 你很少感觉得到这些吧 这大概是你的功了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我肯定早就害怕得动不了了 以前的我完全不知道 和一个人合作 可以让自己变得如此坚强 完了你死一死吧你 所以 真的很感谢你 能够信任我 能够和我一起前进 一定 没问题的吧 我一定 可以从这里出去的吧 我真的很害怕 真的 这样啊 真的很抱歉 让你和我一起经历这种事情 虽然很害怕 但是也得努力啊 这之后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你能和我约定不要挂电话 一直帮助我吗 呃 对啊 也是啊 这种约定不能随便做的 哎我真受不了你 你赶快 把事情办一办好不好 要逃就赶快逃了 我真的很欢迎 你到底是被人家绑架 还是在家里当公主 然后自讨自言 你妈 你这女疯子 那么 我就转换一下心情 好好努力吧 对了 我能请你拆个谜吗 哎 你是吃死长大的是不是啊 这是重要的时候 你在那边玩打迷差 抱 抱歉 但我就是 想转换一下心情 拜托了 就才一个 抱歉 我知道了 那么 差不多 也该前进了 现在我从超市来到了走廊 正在往前走 哇 出现岔路了 虽然两边都能走 不过我就 先去左边吧 现在 我在左侧的走廊 啊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是图书室 我到了 那么开始进行说明 嗯 我现在在图书室 这里有很多书柜 这边柱子上挂着一个钟表 表的时间停留在五点四十一分 图书室的前台处有个保险柜 但是还是要输入四字密码的样子 前台桌子上还放着留言条和圆柱笔 然后 图书室里的最里侧有个书柜 那个书柜 与墙壁之间有缝隙 有光从里面露出来了 就是这些 说明结束了 这边柱 这个表是不装电池的 而是直接连线通电的 和我们学校教室里用的那种是一样的 这边 这个表是不装电池的 而是直接连线通电的 和我们学校教室里用的那种是一样的 这里 书柜上摆了不少书呢 似乎是儿童读物更多一些 图书室的前台 这个保险柜大概是三十厘米长 三十厘米宽 上面印着钟表的图案 我觉得用门力肯定是打不开的 图书室 诶 你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了 不就五点四十一分了 太好了 保险柜打开了 对呀 那个表 想表示的时间并非是五点四十一 而是十七点四十一呀 我看看 呃 保险箱中只有一张解 什么嘛 费了那么大的劲 却只给我一张纸啊 纸上面写着一句话 少年对老人说 之后的路便是修罗之路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我能说明的只有这些 前台 圆中笔是黑色的 留言条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 图书 你说让我在这个书柜里 找一本叫木马人的书 我知道 我找找看 嗯 木马人 木马 木 嗯 抱歉 没有找到 然后 我能说明的 只有这些 人 人 嗯 还要我再找一次吗 我知道了 那我再找一次吧 木马 木马 木 木 还是没有啊 什么 还要继续找木马人 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找了两次了 应该不会看漏啊 啊 木马人 木马人 木马 啊 我说 木马人的木 是不是 不是 木头的木 而是 放木的木 啊 抱歉 我给搞错了 我以为是木头的木呢 所以一直没找到 脱陷 你说的头一个字是放木的木的话 的确有的哦 我拿到了 木马人 你还是死一死吧 我 我把木马人 从书柜上拿下来后 书柜就自己动了 这下就能前进了 谢谢你 我从图书室出来了 现在在走廊里 不知道 前面有什么 啊 我看到了大门 我现在就进行说明一下 这里 这里 似乎是急救前台处 我前面有能够让我逃离这里的大门 但是锁住了 而且 这道门也没有锁孔和输入密码的地方 门旁边就是前台窗口了 然后 前台窗口的反对侧 有一个通往下方的楼梯 看来再努力一下 我就能出去了 以上就是本次的情报 说明完毕 你明白什么了吗 我明白你是个猪脑 人头猪脑 门旁边 就是前台窗口了 前台这里有一把折叠椅 其他注意的地方 没了吧 而且 明明上了这锁 但是 似乎就是找不到可以解除锁的装置呢 我前面 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动啊 这道门 这里 急救前台显示的开放时间为十九点 看来在 再加把劲 就能逃到外面去了 看来 再加把劲 就能逃到外面去了 然后 通往地下的楼梯 让人感觉 蛮可怕的 然后 通往地下的楼梯 让人感觉 蛮可怕的 门把 然后 就没什么了 而且 明明 明明上了这锁 明明上了这锁 似乎就是找不到可以解除锁的装置呢 我 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动啊 这道门 这里 急救前台显示的开放时间为十九点 能够依靠你 我很高兴 能够依靠你 我很高兴 嗯 感觉就差那么一点 我就能明白什么了 听得到吗 啊 太好了 我也听得到你的声音 全是灰尘 哎 嗓子好痛 哎 不行啊 思考的太久了 脑袋都疼了 接下来 要怎么做呢 这里有点冷 嗯 嗯 还是想不出什么 回去 你的意思是 回到刚才的图书室 回到图书室啊 虽然和刚才的场景一样 但是 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我 现在在图书室里 这里到处是书柜 柱子上有个钟表 时间停在十七点四十一分 前台保险柜中的纸条还在 上面写着 少年对老人说 之后的路便是修罗之路了 顺便 前台桌子上 还放着留言条和圆珠笔 然后 从刚才书柜打开的门出去的话 就能到急救前台 以上 说明结束 柱子 脚在柱子的上方 以我的身高是够不到的 能够依靠你 柱子 表在柱子的上方 以我的身高是够不到的 能够依靠你 我很高兴 我会加油 我会加油 柱子 嗯 让我把急救前台的折地椅搬过来 然后踩着它上去操纵钟表 明白了 好了 我把椅子搬过来了 我这就上去 嗯 我摸到表了 不过 你想让我怎么操纵它 一栋指针让它变快 或者变慢吗 不行 再重新想想吧 前台保险柜中的纸条 我没想到是放木的木啊 抱歉 可 bip 柱子上有个中调 你也是 柱子上有个中调 柱子上有个中调 时间停在十七点四十一分 柱子上有个中调 时间停在十七点四十一分 柱子 这里到处是书柜 这里到处是书柜 我 现在在图书室里 我 现在在图书室里 我 现在在图书室里 我 前台保险柜中的纸条还在 上面写着 少年对老人书 然后 让我去急救前台 好的 我到急救前台了 看来再努力 再加把劲 就能逃到外面去了 看来再努力一下 我就能出去了 看来再努力 然后 前台窗口的反对侧 有一个通往下方的楼梯 然后 通往地下的楼梯 让人感觉蛮可怕的 而且 这道门也没有锁孔和 明明上了这锁 但是似乎就是找不到可以解除锁的装置呢 门旁边就是前台窗口了 前台这里有一把折叠椅 门旁边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注意的地方 我前面有能够让我逃离这里的大门 但是锁住 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动啊 这道门 这里 似乎是几 急救前台显示的开放时间为 十九点 那 回去 你的意思是 回到刚才的图书室 回到图书室啊 柱子上 七点开放 急救前台那边 似乎传来了 咔嚓声 难道说 我现在就去那边看看 我到急救前台了 出口大门的锁开了 看来图书室的表和前台的这个实践对上的话 就能打开呢 这下就能逃出去了 太好了 出来了 我终于出来了 得快点离 这个医院远一些 还是得救了没啊 是公路 公路出现了 有人 求求你 帮帮我 请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拜托了 你听到了吗 我从医院里出来了 得到了过路人的帮助 谢谢你 这都是托你的福 我 真的 很感谢你 好 游戏终于结束了太好了 哦 电量 看来这个手机的电量 马上就要没了 不过 不过 真的 很感谢你 你觉得我会这么说吗 你是差劲的混蛋 你是差劲的混蛋 都要死 笨蛋 人家 人家在那个医院里 都要死 干嘛 即便你那么说 我也不会再给你打的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 再见 这是什么人渣游戏啊 救人还好人没好报 然后还要被 被救出来的人痛骂一顿 想到这种剧本的人 头科有动 虽然游戏是别出心裁 但是剧本的话 只能摇头再三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人家说施恩不忘报 对不对 这种人是 救了你的命 然后还要被 骂人渣变态 哇 这个 世界上做好人 真的是有够难 对不对 打个电话 陌生来的店 不接 然后 要被质疑 蛤 觉得你是诈骗集团也不可以 然后 不想要浪费手机的店 不想要浪费时间 陪你周旋也不可以 好啦 决定要帮你了 让你出去了 然后 哇 你还噼里啪啦的骂了一大串 痛骂结局通关 对你的信赖度 负18,399点 也就是说 我如果要 过好的结局的话 我还得要一边哄她 然后 一边慢慢的帮她通过这个游戏 这样才行 是这样子的吗 我是在帮助一个大小姐吗 还是帮助一个诺难人 我都不晓得了 我看一下 她总共有 好像四种结局 分别是 Happy Ending 信赖度很高的结局 然后还有一个 到达12章 过关的结局 然后还有一种 普通结局就是 刚刚第7章 就直接过关的结局 就什么都没有就过关了 痛骂结局就是 你什么都没有 就对她能言能语 然后 就会得到痛骂结局 痛骂结局 可能还比较难执行 但是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人设的态度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心情 在继续陪你玩 那我们这游戏就录到这里为止了 那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差评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实在不是说很好 对人的信赖度极差啊 这不是一个好游戏 应该有的互动 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个段落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次其他游戏再见 拜拜